HELLO 大家好 我是總結 今天我們有超級群台 今天我們來到 這是位於沙路這邊 那這條路呢 也有蠻多娃娃機店的 那這一間我們在很久之前 好像曾經也有來過 然後他隔壁是連在一起的 有兩場 那這一場呢 我們也非常非常久沒有來 結果來到這場就來這場玩一下 來吧 我們來試打一下這台看看 這台就是泡泡子加那個洗衣豆吧 然後他這邊有瓜瓜樂 瓜瓜樂我們剛剛有算過了 他剛好剩一半 他這一張應該是 原本應該是八十瓜的吧 應該是八十瓜 然後他總共被刮了四十瓜 只剩四十瓜 上面有五個獎 四個都一番賞 只有一個是巨虎霸公仔 竟然是泡泡子 泡泡子的難易度 應該是不會太高 上面那一段力道很強 那下面這一段呢 一捏就動 兩個一起出來了 對啊 而且他這樣子做搭配 難度我覺得應該不會太高 因為洗衣豆真的太重了 他可能比洗衣球還重 連他又圓了 對 所以他們整體打起來應該 應該是不難打 他以為他怎麼自己出貨 來 而且他可以往下 沒開爪距 欸 沒辦法 可是也丟得很穩 對啊 來了 滿了滿了 這邊給你捏一個 一罐 四十瓜 我剛剛出貨 如果我們的運氣是普普通通 一般一般 我們夾個八罐 八瓜 至少會中一個 可是我們運就是那麼不好 對啊 沒辦法 可能有夾運沒刮運 來這個先過來 這個我先留著 我先把四十五度的東西都帶過來 也行也行 都帶過來先 而且這台在捏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不錯 這個捏感 甚至有時候他 不是泡泡紙 捏在那本體也有機會拼脫鉤 然後這個 那個怎麼拉不到 對啊 哇 好像 再拖一下 沒有沒有 直接吃這個 這個 一起補胃 然後後面這邊 我們再拖一下 哎唷 再拉過來一次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攻一波了 白白噴二尺 沒抓到 再一次 有了 好 先這樣 直接 這一個好了 拉好拉滿了好處 拉滿了 狂粗 這邊再來一個 然後 這袋子 少說讓我們夾八個 夾個八個 我相信應該 我們運氣一般般 應該會中一個 運氣 運氣好的話中兩個 來夾綠色的 哇 這個薄度 不錯 再一次 捏 中 先這裡好了 倒了 倒了 來 這個角度 推你一下 自己下來吧 不理你了 然後這邊 拉你個一波 這個應該要自己出了 扒他 扒你一下好了 給你一點助力 來吧 我們目前好像出四個的樣子 我們就抓個八個 一人先來個四瓜 不行再八個 雖然說這個的量 真的要打16個 我相信可以 因為像這樣子 你看 膩 一拉 就過去 那這個咧 也可以 而且它的那個 吸感 我覺得做得非常的不錯 因為有的 雖然泡泡子看上去 很很吸 然後它也沒開爪具 但是有的台呢 就是那個 捏的那個感覺 沒有像這一台 這麼的直接 有的會溜掉 像這個是做到完全 密合 而且 開爪具 就吃到 對啊 而且這個是有利 總是要花一點錢 不求每個都 10塊 20塊 30塊 但是求一個穩 這邊再推一下 先進攻 好像真的沒辦法捏 把我脫薄欸 對啊 好像脫不了 我們好像出到現在 全部都是靠補位 對啊 然後這一個 紅色的 中 啊 意外 意外 我想說 這種紅色的起來 過來應該是直接溜掉 我們目前好像六個了 欸還是七個 好 我們再出 我覺得至少 應該要再出一個 再來算 然後現在這個樣子 這角度 或者是這角度 捏起來它也會補位 那角度起來 應該也會直接出 這一台完全 完全玩起來是 沒有死角 那個泡泡紙比較 邊緣比較少一點 那我直接捏這個好了 好 我先來算一下 來我們剛剛算了一下 七個 再一個 中 前面那個紅色的 對那個要抽掉 然後我們右邊空掉了 不行 要再拉一個 好 這樣子也好 直接給你抽一個 抽 八個 好 八個 那我們就來八刮 一人四刮 確定一下這邊寫 夾一刮一 然後我只求中一個 五號 就好 五號也是我的幸運數字 36 沒有 他都各位 好 第一刮 來我們來 第二刮 73 沒有 幹嘛 五號 各位觀眾 畢業 五號 有中一個不錯了 對啊 還有一刮 還有一刮 再來 54 四刮中一個 不錯 那就換你吧 四刮 中 11 哎呦 不錯了 這是你第一刮嗎 對啊 我第一刮就中 再三個 77 76 哎呦 還有又中 8號 沒有 12號 嚇死 我們八刮中 2 這個我們今天運氣真的非常之好 而且還中到那個裡面 自中應該算是最大獎 那我們還來嗎 雖然這個情況還可以再來 不然我們就再多玩一點點 抓個 四個 四個可以 然後這邊這一堆 都直接給你下去 可以一次噴兩個嗎 我也想一次兩個的感覺是什麼 現在這邊有點卡住了 因為那邊那一堆那個都朝屁股 屁股要起來會比較難一點點 因為他屁股比較重 泡泡紙比較緊 沒有泡泡紙捏的空間 不然除非像這樣子 先解 這個解掉 然後這一邊 再拉一下 好 直接捏你的屁股 揮棒 屁股 這樣屁股總會起來 好了 進攻 一顆 這個超少耶 對啊 再一顆 太多了 欸剛剛出的那個藍色 是不是有點助攻 有嗎 我也不知道耶 不知道有沒有撞到 兩個 欸 捏兩個 噴一個 來 我要噴兩個 呵呵 再兩刮 然後這邊要稍微小帶一下 來這邊左右 應該不用帶太多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出的差不多了 帶幾個過來就好 來 這個拉一下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捏 很好 剛好補那個洞 對把那個洞補起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進攻 來 好 放了放了放 剛好補位 可是那裡還有點空間耶 喔 沒關係我們先把這個捏起來 那個也許會下來 一顆 沒有 它下來了 但是 後面還有一個洞 放我們兩刮就好 兩刮 欸 喔 有了 哇 剛剛那補兜 還不錯呢 那我們再穩一點 球穩 一個大洞 下來 好 再一次 再一次 換一個 我剛剛那個 三分之一顆 一起推出來耶 對啊 可惜沒有出來啊 對啊 來 最後一個 拔掉 好 就再出四個 這樣一人再兩刮 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已經11跟5號中走了 再一個7號或3號 68 72 沒有 換你 49 66 哇 66是個好數字 商場66會有台主擺大獎 那我們這樣總共4刮 8刮 總共12刮 12刮中了兩個獎 我們今天機率非常是不錯 中獎率很高 那我們就先出這12個吧 再去玩一下 其他的 來吧 我們來試看看這一台 這一台擺的 極度的滿 兩個一起演 剛剛雙眼 下爪演 二手演 他攔得下來嗎 我也在想 好像可以耶 他好像會掉下來 6秒 掉下來一樣在那裡啊 那個 哇這個 這個雙眼喔 真的很厘 雙眼 這樣就好 腳是伸手 可以吸對不對 這個會不會 欸 來 這個太有難度了啦 對 因為真的是兩種 你說只有一個的話也許還有辦法 但是兩個的話就真的比較難處理一點 就是這樣 然後這邊我再小試 這邊我再想能不能補個位 拉 它爪力是還不錯 我把那個拉起來看看 中 就是這樣 是自殺 然後在這邊真的最後了 但這個就拼甩幅就沒什麼用 因為你看拍了會一個delay感 它會吃掉啊 對 只能好像都是等自殺 那一顆紅色可以抽得下 你說後面那一個 對啊 它會不會上來都掉下來 可以 可以 我覺得頂多前 前面不夠平 對 前面拉掉 它會過來補個位 還有這邊 這邊我拉下來 試一次看看 來補位 我們只出兩個嘛 剛好一人一刮 最後一次 好吧 讓它留在原地吧 我們這樣出兩個可以兩刮 一人一刮 只有一個獎 8號 一刮入魂喔 來喔 這個是20刮的 20刮分之1 一個大獎 哇 沒忘 兩個點 11 就換你吧 有沒有直接露出一個圓的就好 4號 可惜 雖然說這台難易度很高 但是它刮中的機率也高 所以它才會這樣子做設定 還會想試嗎 可以在 小試伸手是可以啦 因為這個防禦是真的很強 洗衣球弄得下來嗎 可是它的 它的二手 那它的下爪延遲好像是隨機的耶 是喔 因為有時候我拍是沒有延遲 有時候 像這個就很明顯 來這個再 你看這一下就沒有延 好像是隨機的 這一下一點點 但是下線長度 感覺 好像也有 因為它剛剛太短了 對 當防禦 喔對啊 這個防禦是真的有點 有點快要無法駕馭了 你不是說不用甩 來這個角度 我擦你 先不理它 先不理 你看這一下又沒有延 所以它就是 真的是隨機啊 起 沒吃到 沒吃到耶 對啊 它自己要下來了 來 看這角度 大甩一點 先 出發耶 我只能靠搖桿的震動 讓它出貨了 平台耶 對啊 要夾那個紅色 小心 來 這個角度 洗衣球要不要先想 我也想啊 但是我拍下去 它就是轉爪頂到紅色啊 我一直在隨洗衣球 中 中 丟進去 然後紅色的 紅色 吃 這個雙瓶沒有用 這樣沒辦法自殺 對啊 好像有機會 它如果 對它如果沒有那個鹽的話 我覺得有把握 多段甩過去把它點下來 但是因為那個鹽 我沒辦法做這個 這種其他的技巧都沒辦法 這個真的沒辦法啊 所以你就直接讓它躺吧 蛤 你看 不要甩比較會出 好吧 那我都直上一下 不是再兩個而已嗎 喔 想說這個在洞口了 看它會不會再彈出來 再給我們一個機會 直上直下台 好 算了 再出兩個再兩刮 沒有 它有20喔 就20刮啊 不是 有些台主會設定在20號 如果你刮中2就是講 結果被我刮出了20號 可惜啊 那換你吧 來個各位叔 來吧 下面這個是狠的應該是 火菇應該是2號 2號 可惜了 來吧 我們就拼最後一個海底撈 就靠你了 海底撈月 夾起來 平台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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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攤出來 它打大的比較好 我覺得比較有用耶 大的喔 前面都小的啊 好 這邊我再拉一下 這一個 這個點 這個高度拉得到 但是彈不出來啊 照撞不悟 其實這一個我很想要把它吃一下 但是就吃不到 因為沒辦法做一些二手啊 黏黏在準的位置 只能一切就是靠命運 一切就是隨機 但是隨機也不見得是 沒有機會 不知道 我這樣補滿 我再來打就好嗎 喔 其實也是啦 補滿之後再打蛋 但是機會是最大 但是 有時候台主他們會有 自己可以變更的嘛 就是比如說 剩下 多少 他們可能就會結束了 這一個 東西 因為他們是有改變的權利 除非他今天 有自己就 給自己一個規定說 一定要到獎品結束 才換 但是其實 因為後面那邊一定會寫什麼 台主有最終的 那個解釋權 就比如說他們已經差不多了 他們就可以換一個新的 因為沒有 說真的沒有人會做賠本的生意 這是很直接的 已經知道這個穩虧的 我剩下 比如說我剩下一刮 我確定那一個是獎 我那一刮還留在那邊給大家去刮 這個 如果有人 有辦法這樣子的話 那我覺得蠻厲害的 那通常應該都會 如果機率差不多的時候 應該都會做更換才對 欸 你滾下來 換金證 我想說翻盒也可以的說 對啊 欸我們這樣講著講著 聊著聊著 我們把東西都拉滿了 然後這一下就很明顯 卡在這裡更不好啊 直上直下 拉你回來 喔 有了有了 欸會不會最後 再滾一顆 對會不會 拿得到嗎 好像可以稍微推 但是好像 欸剛剛不是說海底撈 最後一個了 可是這個又過來了 這個 哎呀 我們再玩個機會 不一定我們可以一人一個 喔 不行啦 手指會倒下去 他要倒了 就只能再花錢啦 這樣子直上一下 哎呀 不是啦 他撞到那一個啦 撞到縮起啦 有了 哇 超過我們的Coda囉 對啊 因為這個沒有 你看這樣子一直 真的很想要一個 出貨的當一個結尾 是最完美 不然這樣會覺得心情卡卡的 有了 最後完美的結束 雖然打到好像 我覺得應該估應該也有四百多了 但四五百應該還好 來吧 最後兩刮 一人一刮 沒了 九號 來吧 換你 這個真的是最後了 十號 那既然這麼無緣的話 我們就留給 有緣人吧 因為我們刮掉二、四、六、六刮 只剩十四刮 就有一個大獎 然後之後台主如果再補滿的話 可以再大家 有的人來的時候 就再三刮五刮 三刮五刮 差不多再兩刮 這一個應該就刮走了 好 既然這一波無緣沒關係 我們去把東西稍微集中一下 好我們這次夾完了 這次我們總共夾 這樣子吧 滿滿的一地洗衣豆 然後總共夾了十二罐 然後十二罐呢 我們刮中了兩個獎品 一個是十一號跟五號 然後這一支應該算是裡面中最大獎 然後你還刮到一個大哥 至少都是正版的一番賞 然後我們後面去試了那個 超級防禦台 整體看上去是很佛的狀態 但是它其實防禦力很高 因為我們總共出了四個 四個平均出貨的打的金額 大約都是落在一百多兩百兩百 出一個小東西 如果今天你運氣好 剛好被你刮中的話 就拼那一刮 就拼那一刮 如果那一刮被你刮中 因為那一支 我相信那支價值應該基本是破千以上 那破千到多少呢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就拼了四刮四刮都 沒有喔 剛剛非常的意外 我們是出六個啦 我想說前面那出那四個小東西 結果我們有兩個還在洞口 忘記拿 那我們今天總共就加 這樣子吧 這抽獎要抽什麼呢 結果我們在打洗衣鬥這一台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台主剛好在補貨整理機台 他拿了兩個一番賞要給我抽獎 就是這兩盒 而且這兩盒呢 之中我對這一盒非常的陌生 這個我覺得你可能是 而後面出的最新一番賞 低賞 然後這一個畫面是超級經典 那隻熊把魯夫的 在戰場上受損的那些傷痕什麼的 損傷全部把它吸出來 然後索隆去幫他承擔了所有的那些 戰爭下來的一些痛苦 然後上面又有一個 咒術迴戰的一番賞 台主就提供了這兩盒 非常不錯 那這兩盒要怎麼抽呢 我覺得不要分開他 因為這一隻我覺得很經典 可以留著 這一個又咒術迴戰又是蠻新的 後面蠻新的動漫 所以兩個做一個搭配 我覺得也不錯 那我們這抽獎呢 就抽這兩盒 台主提供的一番賞 抽獎送給大家 那這兩盒的創作片尾 大家看一下 喜歡的話謝謝拜拜 第二盒 鳥